目前国内汽车市场可谓是百花争艳 国产车、合资车、进口车简直可以挑花人的双眼 有的人辛辛苦苦攒了几年前 准备买个合资车体验一下先进的技术 却一不留神买到了国产车 殊不知有些国产车就是打着合资车的名头出现的 大家不妨先来了解一下 广汽理念SE 最开始的理念SE也是打着合资车旗号出来的 广汽理念全称是广汽本田理念 从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认为是广汽集团和本田集团的合资 理念是广汽本田集团08年发布的自主品牌 可是从始至终理念只有SE这一款车型 理念SE和老款三香飞度非常相似 也是让人误以为是合资车 殊不知这是辆纯国产 东风启程 今年二月份之前叫东风日产启程 听名字确实有点合资车的味道 其实启程就是东风汽车用了日产的老平台打造 它的第一批车主要是靠套壳换标生产 目前依然沿用日产之前一些动力打造技术 但是其技术和现在的日产车差距还是蛮大的 虽然是纯国产可是启程的价格却是仅仅向合资车靠拢的 让人不得不佩服其勇气 宝卧汽车 虽然德国宝卧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但是我们目前在街面上见到的宝卧汽车 是北汽福田在2014年以500万欧元价格收购德国宝卧后的作品 虽然车标和品牌沿用了德国宝卧 但是技术就是纯国产 可是价格参考完全是合资品牌 感觉有点欺骗消费者的感觉 思维汽车 思维的情况其实和宝卧的发展历程差不多的 思维是之前意大利生产摩托车的企业 后来才投产汽车的 之后又被东方新元控股集团收购 虽然线下推广很少提及时收购的意大利品牌 但是在网上宣传就多了 思维最擅长的是抄袭别人的外观 以及对汽车胡乱的定位 动车的人也很容易分辨出来是国产车 了解完了这几款打着杨明浩的国产车 大家心中也有谱了 相信想买车的朋友都会货币三家 也会选到自己中意的车